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何人气如此之高 对话揭开人气小天王的背后秘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喜欢我 小时候还有点胖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如果你现在出去的话 其实是不方便的 基本上不能说话的 一个人呆着 他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好像真的很久很久 没有见过活人 就是成年死别了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还被人欺负在国外 因为英文说的又不好 我脸上其实这里有一个伤 其实没有跟别人说过 其实挺迷惘的 那时候 但当时你知道 那意味着什么吗 十年后就会给你 赢得的收获 你怕你妈崩溃 还怕你自己崩溃 我怕我妈崩溃 男人嘛 有得自己崩 成名带给你的好处 和不好的地方 个子是什么 如果是我这辈子的话 再做一次 没关系 有一天能够接受 吴亦凡有一天 他会有自己的生活 他要去恋爱 他要去结婚 他要去有孩子 鲁豫勇约 吴亦凡偶像背后的故事 马上开始 他是90后 一位新生代演员 歌手 更是无数粉丝眼中的 新进男神 偶像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 他是谁 人气为何如此之高 他出生在广州 10岁移居加拿大 17岁到韩国当练习生 22岁出道 在这有些频繁的空间转移中 吴亦凡有着 与其他同龄人 不一样的成长轨迹 也给他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2014年 24岁的他 选择回内地发展 而与韩国公司的 解约风波 更将他推上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 他长居网络话题头条榜 随便一条微博 既有数千万回复 这个90后大男孩 究竟为何拥有如此的影响力 多年在国外生活的吴亦凡 这次与鲁豫相约在北京 我们试图在与他的对话中 揭开这位人气偶像 背后的秘密 北京啊 北京像是我的 像是我的第三个家吧 那两个呀 广州啊 然后可能温哥华 对 现在是北京 因为现在其实在这边工作 然后家人也都在这边 所以说还是有家的感觉了 回国吧 回国之后就是能跟 母亲一起待在一起 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很开心 特别特别开心 因为其实从小就是看 鲁豫姐节目长大的 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也会有机会上这个节目 所以其实就是 一直都特别期待 也特别兴奋 所以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也是希望能够 跟鲁豫姐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 我觉得鲁豫姐就是一个 特别亲和的 然后特别就是 像大姐姐一样嘛 应该对 感觉上是这样的 而且应该感觉还是会 特别会照顾人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 应该挺好的 这股吴玉凡旋风背后 他又会如何解读自己的故事 那我就先要进办公室了 咱们就一会再见吧 哈哈 你现在是习惯了 还是会觉得 有些好奇和不理解 说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喜欢我 为什么我在网上发一条消息 大家会有那么多的回应 为什么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 我一直都 都不能说习惯于这个 即使即便是现在 就是上台表演也好 或者去一个 另外的一个城市 然后很多朋友过来 过来见我呀 支持我呀 我都还是会有 那个激动那种感觉 情张包括 每次都是都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是 这种会一定会有的东西 我反正就是 把每次都当做很珍贵的一次 去能够跟他们有交流 然后能够给他们看到好的作品 所以我就一直是抱着这种感恩的心情 一直想每次都像第一次一样 就不忘初心嘛 第一次你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你 那时候内心是吓了一跳 就会想很震惊的那种感觉吗 我印象也是 因为我们现在韩国嘛 然后有时候回国来活动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很多 突然间很多很多的歌迷 过来支持 那种时候可能就觉得 就没想到 即使在韩国 也那么多人来关注 那应该是刚出道的时候 离现在也挺 也有两三年了已经快 如果你现在出去的话 其实是不方便的 不大方便吧 一般都会把自己伪装好 各种伪装 主要太高了 就是你知道 就太高了 别人都会多看一眼 然后你再戴一什么帽子 口罩的话 就更容易被看出来 但你不戴也不行 不戴不行 不戴也不行 就不戴也能看出来 戴的也不戴好 所以我就出门挺少的其实 挺多时候在家待着 对 宅男 你现在韩语怎么样 自如交流 我现在韩语英语 跟中文都差不多了已经 那你的第一语言还是中文 还是母语 但是还是中文 然后是英语 其实第一语言 然后还有粤语在里面加着 因为我在广州那边 所以然后又 然后才是韩语 其实语感会忘 语感 就是每个语言的那个语感都会忘 主要是跟人的对话变少 老是说韩文 说英文 就很多时候 你想说一个什么词 可能那个词就会 对 在嘴边好像说不错 还有就是那个音调 可能现在又好了一些 因为回来半年 我刚回来的时候 那音调都是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都找的不太准 有时候说的可能像韩文 可能说的像英文 对 会有这样的时候 就是一个语感的问题 一个语言你老是不说 然后说别的语言的话 那你就那个语感就掉了 就是别忘了就行了 吴亦凡除了国语 粤语 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韩语 这跟他的成长环境 有着直接的关系 吴亦凡原名李嘉恒 1990年他出生在广州 但因为父母工作忙的关系 他很小的时候 就被父母送到甘肃白银 五岁之前 一直与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 与现在舞台上的光彩夺目相比 当年的吴亦凡 还是个腼腆的小男孩 童年的生活 在他心里也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你小刘属于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还是也是那种属于安静 有属于那种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说话的 一个人呆着那种 对 就是 小刘比较内向 对 现在也挺内向的 还是有那一面 对 不会是那种 就是那种 特别闹那种 对 我在回忆我那个年纪 四五岁 五六岁 我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忆 对你那个年纪 我还有那么一点吧 还有那么一点 我就记得最深的 就是我妈 每天让我去幼儿园 我每天不愿意去 就是每天就黏着 我说我不去 不去 怎么哭着闹着 然后我妈说就不行得去 然后经常就是 就是去幼儿园 跟像就是 城里死别了一样 你知道吗 对 那你成长过程中 你更黏你的爷爷奶奶 还更黏你妈 我其实 基本上是更黏爷爷奶奶 就是外公外婆他们 对 我也是 对 跟我妈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 我还是个孝顺的儿子 但是我 不是一个特别 就是 能会表达的那种 那现在让你说 你的家在哪儿 你的第一反应 我家在哪儿 是甘肃我的那个老家 还是广州 加拿大 北京 我觉得还是 可能还是广州吧 第一反应 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的话 就是在国内 然后在加拿大 在韩国 所以其实 也因为这个原因 说到家 其实想到就是国内 所以其实不管是北京也好 广州也好 我觉得在国内 就其实都挺 挺有家的感觉的吧 从广州去加拿大的时候 特别 特别深的感触 就是 十岁吧 对 十岁 从广州到加拿大 是吴亦凡人生中的 一个重要转折 2000年 因为母亲工作的原因 年仅十岁的吴亦凡 被母亲带到了 远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 离开了外公外婆 离开了当时所有的朋友 不会英文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开始了一段未知的生活 这刚一到 我反正就觉得 这就是 真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小伙伴什么也没了 就其实还挺失落的吧 小时候 刚好是五年级 对 那你离开时候 对于去加拿大内心 多少会有些那种 特别好奇 很兴奋 其实小的时候也有小的好处 就是小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比较 就是想法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你可能 对新的事物会有些好奇心 可能大一点之后 就感情会比较重 可能跟朋友之间 你会比较难受 小时候其实好的是这个 还是抱有挺多那种好奇 然后想去看看的感觉吧 那时候到那 适应的过程要长吗 其实还是花了挺长时间的 主要是因为语言的原因 就是因为英文 就是不能沟通嘛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没什么朋友 然后也性格其实也会改变 就变得稍微没那么自信 自卑一点 然后就 怎么改变 你从小你说就是个安静的小孩 那改变只能从安静变更安静 对就更安静了 就是这样 就从小其实是 小时候其实性格跟我现在很像 就现在又变回小时候 就是其实很安静 但是特别熟的时候 就特别的闹腾 然后特别逗这样的 但那时候就真的是变得 性格变得会有点内向 有点就是没那么阳光了感觉就是 然后再加上父母也不在身边的话 有时候觉得就是会有一点 不像其他的小朋友那么有那种优越感 明白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还是印象比较深刻 我觉得作为那个年龄小孩来说 应该是不是特别快乐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快乐 但是还是就是让我就是成长了挺多的 慢慢的我就不胡了 那后面就慢慢自己就其实就适应了 越来越适应 就是挺把自己当男子汉一样 一个小男孩在成长过程当中 比如他碰到外界有压力的时候 他内心那种情绪 他通过什么渠道去释放 有小孩可能就会变得很叛逆 会跟别小朋友去打架 或者去球场上 你当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放这种情绪 我当然就是打球 打篮球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小时候还有点胖 那时候 跟现在不一样 小小一个小朋友那时候还不高 特别黑 那时候我小时候特别黑 特别黑啊 跟个碳一样 我妈就说 因为小时候喜欢游泳 然后喜欢打球啊干嘛 都是室外活动 然后广州又比较热嘛 然后有时候也是去海南 那边靠近海边 就特别黑 好像所有男生都要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是吗 我也不知道 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 在学校其实就是 感觉想要把自己变得帅一点 然后就发现他们在北美那边 打篮球其实特别流行 然后特别多男生都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说 一定要点篮球 然后一定要减肥 但是我觉得我早上长这么高 是因为加拿大的伙食比较好 觉得跟那个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就是牛奶特别纯 我老喝牛奶 然后喝特别多 你去都十岁了 我觉得都已经基本决定了 应该是十四 十五十六这三年长得是最多的 从应该从一米八不到 到一米八七八八到现在这样的 因为那三年是就是捞打球 打篮球 当时我是就反正真的是基本上除了上课时间之外 还有睡觉时间之外都在打篮球 就没有休息 早上也好 晚上也好 天黑了也好 就是不分日夜打球 小时候就四点钟可能就起床一打球 然后晚上放学 国外是三点钟放学 然后我就会打到晚上九点钟 六个小时不停的 然后天都黑了还打 竟然就是要好好地去打就要努力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自己的梦想就是能打职业篮球 妈们一直跟我说 哎呀你是不是想太多 会不会 而且很辛苦运动员这个行业 寿命也会比较短一些 你现在身上身体上任何部位 有没有那个打篮球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些印记 有啊 就是我脚踝都受过很多次伤 我脸上其实这里有一个伤 就其实没有跟别人说过 就是这个伤害打球的时候留下来的 是跟别人在抢球的时候 可能别人的胳膊肘一下 对 胳膊肘 别人可能都以为是打架的 但是我不打架 我是一个好孩子 所以你觉得打球那段经历 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所有的运动员肯定是能够吃 常人所不能吃的苦 首先它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 当然 然后也把我的性格其实又改变了很多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 就打球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 很多球友啊 很多好的朋友 一帮哥们啊 然后篮球也是一个团队运动嘛 其实它很讲团队精神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也让你 我觉得它改变了我很多 然后包括一种就是态度吧 其实小的时候可能特别小的时候 你并没有一个梦想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 可能父母亲就说好好学习 用功读书 然后以后当个医生 当个什么律师之类的 我妈都想我这样的 但是其实那时候算是 篮球算是我第一个真正 我知道我要什么了 所以其实在我内心是有本质的改变嘛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 让你变帅了吗 那一年 瘦了很多 本来胖胖的 然后就很快 因为每天打时间太长了 就基本上半年都不到 就瘦的就特别瘦了 就整个人突然拉长了 对拉长了 倒是没有觉得变帅的 就是没被人欺负 因为我小时候就还胖胖的 然后还被人欺负在国外 因为英文说的又不好 你知道吗 然后就可能就打打闹闹吧 有时候就欺负一下 然后之后我就打球了 然后就变高了一些 然后之前打篮球 认识一些朋友 然后就好多了 那你在打篮球那个时代 你关注过演绎的那些事情吗 还是你的兴趣点 你根本就不在那 其实真的不太在 但是我特别喜欢听音乐 我特别喜欢嘻哈音乐 这倒是从小就喜欢 因为其实篮球 跟那个嘻哈音乐那块 其实又特别结合在一起 就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吧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意的想要 就是比如说练唱歌 然后这方面并没有 因为我妈其实她是 一直是希望我能够 就好好读书 然后你妈妈就希望 像所有的北美那边的父母一样 孩子最好牙科医生 对 妈妈 律师 对 这两个事情从来在你心目当中 你会觉得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我觉得 就根本没有想过 跟我没什么关系 特别小的时候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航天飞行员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 然后之后就变篮球了 然后反正跟那个一直没关系 什么牙医啊 然后律师 对 你妈为什么生气 她们不能接受那个现实 其实挺迷茫的那时候 但当时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十年后就会给你 你能赢得的收获 我也是不希望让我妈失望 最迷茫困惑的时候 想给我背个包 我就回家哪里 还是崩溃过那么几次 你怕你妈崩溃还怕你 我怕我妈崩溃 一方面我放弃 已经坚持了会觉得不甘心 然后再往下走 还有多久不知道 那个就是很折磨人 对 对这行里面的很多人 其实内心 不像别人看我们这么自信 我是不可能主动跟别人去交谈 这不适合我 我特别生气地感受我一次